大家好,又回到柴奧古斯文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去讀一篇古文 始終大家都有機會看了那麼多集柴奧古斯文 又或者有興趣對古文的人士 甚至寫了相當多的古文 其實到了這個階段 可能對一篇很簡單的古文都懂得看 不要說懂得寫,肯定懂得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很簡單的古文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來前人都是透過不斷模仿學習 學前人的古文才會自己寫一篇很好的古文 只不過中間的過程具體有什麼標準 透過老師不斷指導學習提出理論去吸收 所以今天介紹的那位也不例外 今天介紹的那位就叫梅珍亮的作品 梅珍亮的作品呢 先說梅珍亮 他也是清朝的 他是江陵府人,即是南京士的人 但他也是同城古文的人 所謂同城古文的人,即是姚奶,曾國凡 而他就是遙門四傑之一 我講到這裏,大家就不難想像 為何所謂同城古文中其中同城這派人 可以流氓到今日的影響力 因為他的影響力不是只限於同城 不是只限於護賴 而是去到南京或其他近遠的地方 都有荒包羅達蘇耀娜的子弟 而梅珍亮也是其中一位頂尖弟弟 成為遙門飛劫 我今天想說這篇就叫做事說 原來就在梅珍亮拍視三房集裡的第一篇 第一篇就叫做第一篇 那我為何說是簡短而體 因為其實這一篇就只有兩篇 那我為何說是在梅珍亮拍視三房集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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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嘗試去學生錶點 提升你那個 那你對古文的文氣 吸收到哪個水平 但是當然要看印度那個 就更好 那是今集的分享 亦都方便給大家 那這篇就是一百一三年 那這篇就是剛才說了 那篇也是不長的 其實主要是兩段 剛才說的,一開始就已經帶了一個比喻 雖然這個題目叫時說,但已經帶了一個比喻 求動揚者必於目,而目不皆動揚者也其不才者 且不得與吹蒲竹賤比其實而其名同 不義乎目之難求也 願意求動揚者,不求之吹蒲竹賤之難,而斷省言必求之目 一開始就說了,所謂事不是做官的事 當然這不是做官的事,讀書人來的事 一開始就說要打了一個比喻,打了什麼比喻 動揚,大家所謂社會動揚,動揚是一條重要的木柱 例如以前的木柱、橫樑、棍樑、棍樑 這些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從木裏來的 當然不是所有木都做棍樑 其不才者且不得與吹蒲竹賤比 吹蒲竹是指兩種植物,通常是指導賊出沒的地方 意思是什麼? 以前很遠古古時寫字不太佈,竹架,才有竹子 有些人建屋可能會建棍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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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樑 用竹架來做木,所以不見,扶木之勒求也 所以木不是真的容易找到 然而求洞良者,不求之意,吹捕捉甲之立,而断省言,必求之莫 事之于挂,勇之于失也 第二段开始打言归正主 但一言归正主,讀起来就拿出第一个比喻 一国之士,奇财者百慕一言,一山之目 奇财者百慕一言,言不患无事,而失不患无目者可也 喜事之挂,勇之多余,亦送之士不余,送目者余 比求洞良者,不求吹捕捉甲之流量,追目之求也 不义目之,有礼于吹捕捉战者,以便计也 故天下有不财之目,目不成之失,金之士,有礼于双甲附范也 而为用双甲附范者,之妄意于用事,此事之所以终不终于 刚才说到,第二段回归正主,但他会拿回第一段的比喻 第二段就说回,你在一个国家里找人彩 因为呢,你一百里面,你未必有一二,正如你一个心灵里面 你不认为蓝传门,都可以用来做,你屋的多些东西 对不对,所以,现实上,是无不或,即是失不划无虑的,而是国划无事 他就想说这个点,为什么啊,对不对 就因为,他拿回第一段,因为你是不会拿森林里面的竹 所以,包括你那个所谓,武器,追木之球,追尖的那些木 你不去用,你不去用捉战做武器,那会怎样呢,对不对 所以,天下不财之义,不食之食 所以,一个国家里面,你找一个读书人出来,有用读书人 你不会在,就是所谓,一些财战的地方 你也不会在商家,富贩的意思,就是做买卖,做生意的人 你不会在那里找一个,就是所谓,读书人出来,为国家校人做官 所以,如果在那里找,你长期都找不到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这么,所谓,尖短 读起来,其实通常都,诶,除了一两个字 可能有机会要查字典,词典,查回解释之外 所以,读了,大家可能看了这么多集《查故事》 读了这么多集,想知道自己能吸收到哪里 找一篇古文出来,看看了解到多少 当然,如果了解到本人的心意,就更加理想 譬如这篇文章,读书人的制度 当时,即是不能,即是有病病 最基本的就是类比,这篇文章是很简单的 所谓的类比的那篇文章 也没有心智 这篇文章也都,刚才说到 通常,一个人写一篇的古文 除了要看和写,你中间要留意 要有指点,给点理,给点理 梅真亮本身也是一个文明家 但他的文明当然都是同性 所以,会和同性的文学利用是很类似的 所以,当后人,郭少语,中学文学批评史 评价到他的观点的时候 就是说了同样的道理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的号召 是以古文为号召 所以他们要发挥,就不是在香港 即是在古文那里 就出出来 对不对 因为呢 就没有其他方法 于是不外 要学习古人的神器 就是学古文的路径 当然,郭少语这个比喻 就不是煲的贬义 其实是有点贬义的 但是 在这里 郭少语对当时的 所谓家人写作观点 都是一种无计可思 我们看回这篇 诗说呢 很明显就是 他读得多 依然写出来 气味 就会觉得很类似 当然 说回 如果大家今天学习古文来说 我们就不会一味 撈杀了同城那种很俱例 因为 确实 你读得多 看出来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在一篇 论说理论方面 这篇文 很简单 而且都是 整整的作品 下次就继续 分享不同的柴油股斯文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